最後我們看看這個專案檔 我們SYOM3D的專案檔叫SH3D 那你剛剛是不是匯入了很多模型又一些材質 請問你怎麼辦? 要全部找到那些東西再拿走嗎? 不用 SYOM3D很單純 你只要來這個地方 左上角這裡 直接儲存 你所有的模型材質通通就在這個SH3D裡面 你只要把這個檔案帶走就好了 通通打包在一起 所以這樣有優點當然也有缺點 缺點是什麼? 因為所有東西都包在一起 所以那個檔案會比較大 模型比較多的時候也會比較大 所以它這裡有一個選項 有沒有看到一個叫儲存並壓縮 也就是說它可以幫你在儲存的時候 就順便做一點壓縮 這樣可以讓你的檔案變小一點 當然相反的 你在打開的時候 它要多花一點時間 因為它要解壓縮 這就看你的選擇 如果真的檔案比較大一點的 你可以試著稍微壓縮一下 壓縮一下 這樣子的話就會比較OK 這樣有沒有問題? 好 那最後 給各位填一個東西 好不好? 來這邊 來這邊 你回到我們這個訊息裡面 我們slider裡面這裡 剛剛不是有一個即時的互動問答嗎? 有沒有 你回到那個訊息上面那個訊息裡面 你現在點進去 點進去 我有另外一個 讓各位來回答看看 在這邊 在這邊 你現在已經 稍微對水用3D有點概念了 那你覺得 你可以 把水用3D拿來用在你自己的哪些領域裡面 或者你想用在哪裡 你可以在這邊輸入你的答案 好不好? 好 如果你有兩個以上的答案 你用空格隔開就好了 你可以用空格稍微把它隔開 這樣有沒有覺得 學3D端題 好像還蠻容易的 上完這個課 應該不會3D吧? 因為你只會2D啊 可是你透過這樣的方式 是不是就多認識很多東西 對不對 3D的模型 你可以把它叫進來 那材質你也可以把它替換 因為說真的 現在3D在生活裡面 你會發現 已經不再像以前 好像3D只有做遊戲 或什麼做比較大的那種專案 才會用到 其實我們一般的2D平面啊 或者各位平常生活裡面 都有很多機會可以用到 像這種使用3D 它就很適合做什麼 比如說你們的那個 像那個在哪裡 在各位的 比如說家裡面的這個設計啊 之類的 都很適合 好 已經有越來越多同學 秀出來囉 這裡 所以這裡已經有同學 做這個室內設計 做3D面前導建模也很好用啊 其實像台中啊 其實有很多這個做室內的設計 還有什麼建築 很多現在做室內設計 他們會有一個 從事業者他們會有困擾就是 大家現在來 所以我想要請你幫我規劃一下 他們現在都說 我要看3D的 可是你應該知道 如果這個案子我也還不確定 要不要做 然後我就要幫你先做3D的 那應該會花很多時間 花了這個時間之後 還不見得能夠接到案子 所以如果用這個是快很多 我就先給你看一下 大概了解一下說 可能會做到的樣子 那你要做再來 辦活動 沒有錯 辦活動也可以 那展覽的 對不對 建築當然是沒問題 配置圖也是 那配置圖的部分呢 其實如果你到這邊 在這裡有教學範例 各位很抱歉 今天時間不太夠 所以我大致上 先給各位看一下 你看像這個就是 在領東的 可不可以做這樣 也可以 那你也可以跟我們的 Photoshop做結合 你看我在這裡 這個地方 這裡 這個狗角印 我們剛剛不是有打洞嗎 我們剛剛門跟窗嗎 可是其實你只要做模型 你可以自己選擇 你要什麼形狀 自己打 這個是OK的 那麼另外呢 像在下面這裡 像這個我點一下給各位看 這裡 因為我們今天是沒時間把那個 放進去 如果你今天有 有那個 叫做平面圖 像這裡 像這個平面圖 你有這種平面圖 其實我可以直接叫進來 可以直接叫進來 我叫一下給各位看好了 因為這個我覺得可能大家 用到機會應該還蠻多的 你看我把它叫進來 我們可以直接在使用餐廳就可以用囉 好 我這邊開個新的 OK 你看我們在這個地方 按滑鼠的右邊 有沒有個叫插入背景圖 按下去 好 你就找到你那張圖片 那我就從這裡找 拉拉拉拉拉拉過來 不好意思 我都只會用這種簡單的 好 點下去我就跟他講 現在 這個比例時是多少 有沒有 你可以自己調一下 比如說我只知道 從這裡到這裡 這個比例大概是多少 對不對 你要做真的嗎 好 比如說這裡叫1000公分 好了 這樣是有點小 一萬公分 好 這樣子繼續 然後他就問你 你的圓點在哪裡 這個圓點就對到我們 左上角這個圓點 這樣了解 好 那你可以自己移動 如果你覺得不是這個位置 我們可以稍微移動 我想要放在這裡 好 完成 好 這個時候呢 你可以看到 有沒有我們有一個 圖就進來了 但是 要不要在下面顯示出來 要啊 所以我可以按右鍵 在這個地方 修改3D視點 我告訴他 麻煩你把背景圖 也修在3D裡面 所以各位 這樣有沒有 不小心3D的圖就有了 只是我現在比較大張 但是這樣有看到吧 那建築 你就自己弄囉 我是這一棟 點 點 點 我簡單畫一下就好了 兜兜 有沒有這樣幾個建築就出來了 這樣是不是3D就有了 這樣會嘛 以前你要做這個 如果用以拉錘的做 應該會有點 有點困難啦 要花比較久的時間 可是我們在這邊可以比較快 那你要有個平面 你就兜兜兩下就好了 這樣這個平面是不是就有了 只是今天可能沒辦法蓋上去 或挖地下室 沒關係 你可以到老師的那個 網站上 你再做個參考 好不好 OK 那今天就先到這邊囉 這樣同學有沒有什麼問題 有沒有同學要發表一下感言 我要送東西呢 哈哈哈哈 我有準備呢 有同學要不要發表一下感言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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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以啊 做平面 PREMEER 曲面 曲面喔 喔喔喔 牆壁可以做曲面啊 在這邊 來 如果你牆壁要做曲面的話 是這樣子 燈 假設這樣齁 那我就滑鼠滑過來 有沒有 這樣就有曲面 下面這個就是曲面的 這樣有看到 好 我用另外一個這邊也是一樣 你看我們這個牆 點到它 點到它 這樣一拉 有沒有就有曲面 這裡 是不是就出來了 那這個曲面 角度如果要製定怎麼辦 嘟嘟 有沒有看到這個弧度 現在是100度 我只要30度 這樣就貓進去一點點 好 對 重點來了 來我把這個拿掉 地板怎麼辦 地板我們剛剛在這邊是平的 你拿掉 因為它是封閉的 所以我在這裡 嘟嘟 有沒有自動就 就好了 所以我們才剛跟各位講說 大部分我們是用先做牆壁 因為牆壁可以彎曲 所以你可以彎曲的時候 我只要 地板 就多多兩下就好 你可以仔細觀察一下 這個地板 其實它就是用多個點去逼近那個弧度 那我們手動要點那些點有點困難 這樣是不是比較容易 這樣了解齁 所以這個是使用沾滴一個蠻大的優點 給各位稍微了解一下 OK 好 那你要哪一個 我這裡有恐龍 有魚 有這個 哈哈哈哈 還有同學要分享的嗎 好啦沒關係啦 如果你等一下偷偷告訴我 人家留下來 好不好 那我們因為時間到了 我們先下課囉 謝謝大家 如果各位使用上有問題 你可以在OneNote裡面 或者是你到我的部落格 我上面呢 老師部落格上 有我的信箱 這樣有看到嗎 因為老師上課有提供受惡服務 各位聽到這個名詞有點難過嗎 哈哈哈哈 好不好 任由問題的歡迎你提出來 OK 下課啦